我們現在用VisualC++寫一個簡易的破壞圈 當中我們再加上Continue跟Break 看看我們這些差異 我們這裡點到原始程式 把地方我們要加入一個新增里的項目 原則上我們當然是一個C++的一個程式 我們的檔名就設為Easy 好那我們一開始因為是C++的關係 所以它的標準檔 include 那這邊當然是IOStream 好 那我們的命名空間 可以用NameSpace Std 好 那 接下來 AntiMame 全掛呼 好 Return 0 那我們先簡單編譯進行一下 它一下會跳掉 這個版比較新版的VC 所以我們這邊呢 我們要加上 C的基本的系統的控制 C的基本的系統的控制 它是在 標準的 這個 sdt library裡面 所以在 eterning之前 加上 system 小寫的 裡面加上 系統的 host的指令 分號 分號 好 讓我們編譯執行一下 好 OK 至少它的 執行畫面不會一下 就調掉 好 接下來我們 就撰寫一個非常簡易的 破迴圈 假設我們的破迴圈很簡單 就是從 0到9 那 我們 加上 這個區塊裡面呢 我們事實上 非常的容易 就是 直接去 cout i 好 斷行 那我們執行一遍 建議執行一遍 好 所以是 0123456789 OK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加上一個 條件敘述 我們的條件敘述 我們的條件敘述 非常的簡單 如果我們的 i 也是等於 等於 5的情況 好 好 那我們 就加上 Continue 這個時候會怎麼樣呢 這時候 它碰到Continue的話 你就當 等於5的時候 它會直接跳到這邊 換句話講 它 5的地方 它是不會列印的 好 那我們試試看 好 所以這邊可以看 我們列印結果 0123 4 5的地方沒有 6 7 8 9 好 那我們當然也可以把它改成Break 改成Break 改成Break的情況呢 也就是在5的時候呢 它會直接跳出這個迴圈 好 那我們看看它執行的狀態 所以 它的執行狀態是01234 5的地方 它就是直接跳出這圈 好